哈啰 失踪人口 强势的回归 有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我有点不一样 就因为我剪断了一点点头发就到这里 想着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发型教程 刚好大家对这个发型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录一个这个头发的发型教程 话不多说马上就开始吧 时间第一步还是先把头发给分区 头发少的话可以自动跳过这个步骤 分区之后就是先把后面的线綁起来 在等预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次要用到两个卷发板 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圆圆的卷发板 还有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两个卷的一个卷发板 要用到两个东西 当然如果你的头发它不是外翘是内扣的话 就不需要用这个了 这个只是为了让我的发尾往里面挽 因为我现在发尾是往外翘的 就这样就把它往内扣一点点就好 把这个头这里对着自己 我现在底下这层已经卷好了 我们把底下这层给绑起来 把上面这一层也是往内扣一点点就是 我也是像刚刚那样抓一小搓 然后往医药一下 我不知道我现在头发间断了 能不能弄它 就是能不能烫除之前那个效果 如果翻车了大家就当做没事发生 反正流程是一样的 先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型 一个卷发板就是给它预热一下 然后这个是两个卷的 这个时候上面那一层更薄一点 下面那一层分厚一点 你热完之后就可以 先从这边倒是抓一小搓前面的 这样子 你只要瓶子 这个跟你的脸是一个平行的位置 直接拉起来就行了 底下地层就大概四点 为了不要你就是上下两层 把串到一起还是 先把下面的用一个皮子 不要的话它们会混到一起 上面这层的话大家卷的话要稍微讲究一点点 我们大概是线从哪个位置卷 就是眼睛平齐 就是眉毛这个位置开始卷 然后你的这个卷发放切 不要弄太高了 就是跟这里平齐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还是跟你的脸是平行的 就是这种两个卷压两次就够了 到后面的话你可以垫高一点点 反正就是上面一个卷压下面拉下来就好 迅雷不知言耳之事 就是这个还没反应过来 你就把它往下拉 就还有刘海的话你可以再剪一下 你应该没有三次吧 你怎么来捲几个几秒钟 两个发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还可以自己夹个桥子 而且这个头发真的特别特别显化亮 后来我们总结一些要点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卷千万不要卷太高 就是它大概的位置就是在你眉毛这个位置就开始卷 卷太高的话会很丑 第二个就是你的卷方一定是 跟你的脸是一个平行状态 然后首先让你的发尾内口之后你再去卷 接着要分区哦 一次不成功没关系 多练几次就多卷几次你就可以成功了 相信我不会骗你的 那么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